现在加入一些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用个格式什么格式呢 Xmail格式 我们说过文件的格式 以后你会接受到的格式用哪个格式呢 点properties对吧 还记得吧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格式吧 见根直吧 一对一吧 是吧 最复杂的格式就是Xmail格式 Xmail格式好吧 Expensible Marked up Longer已经可扩展的标记语言 它这个也是一种描述 描述对象的方式 只不过它是以字符上的形式来描述的 Xmail的好处非常多 以后你们知道所谓的web service 也经常使用Xmail进数据格式的交换 Xmail也可以当一个小型的数据库来处理 比如这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文件格式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来在这一块 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啊 是通过文件里面来读过来的 在某临时 我这里加一个文件的格式 加上什么东西呢 来看这边 new 然后这里取个web.xmail 你们能看懂 Xmail格式它有它的规范 听懂吗 来看这里面 必须以这个开头 问号 问号Xmail version1.0 encoding指定编码机 同学们注意了 没必要记它 好吧 考过来就行了 所有的Xmail都是一样的 前面以Xmail问号Xmail开头 然后这里指定版本 现在版本都是1.0 好吧 encoding你这个编码机 能不能看懂 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面 假设我这么写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得懂 来 savlet 来 成对的写的吧 这样Xmail是我们的HTML发展而来的 好吧 HTML不断的发展 发展成现在的5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分支是什么呢 XHTML格式比较严格 然后发展成Xmail 格式越来越严格 它都比起成对的写 来 写一个name 然后这里面要写个savletname 然后这个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写个login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写什么东西呢 来写这个东西 点 loginsavlet 在哪里面看懂 这里面一个name 一个savletname吧 我还会再写一个mapping 好 mapping干嘛呢 说insert name跟你是一样的 那么name是一样的 听懂吗 然后这里写一个url pattern 好url pattern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这个你想登录的东西 在哪里面看懂 这就一个mapping 你可以配多个mapping吧 一个login 是不是可以配多个mapping呢 来我还配一个log 能不能看到 这是不是一对多的形式啊 我们就把这种格式啊 称为xml格式 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精神解析吧 这就是xml的解析 比如这里面我们再配一个吧 还有一个register的吧 当然你写一个文件 这里配是不是就行了呀 是不是register 好了mapping配一个reg可不可以 注意这里面的名称要改 不能重复吧 否则就覆盖了吧 ig 然后这里面改成ig 能不能看懂 注意了 我们这里后的都是一杠开头吧 为什么呀 相对路径吧 这能不能看懂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格式 接下来的事情干嘛 对其解析 解析放到哪去 放到咱们的这个里面来 把这个数据存到哪去 存到咱们这个context里面去 听懂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xml解析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个相对的比较复杂 我们先看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先脱离这个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我们来看一个xml 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情了吧 xml 来看这里面 写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啊 写一个person吧 new file 写一个person.xml 好 第一句话是什么 声明部分对不对 问号什么 又到沃选了 xml了 然后什么呢 沃选吧 然后什么 一点零 然后后面呢 encoding吧 等于什么 utf 对不对 来一个问号 结果吧 这是它的第一部分 对吧 上这个叫声明部分 好吧 在声明部分下面上 还有个所谓的dtd和sgm 这个我们不讲 好吧 它的格式规范 聊吧 再接下来就是证文了 写一个person好吧 来person是多个人吧 注意一个xml只有一个根 听明白吗 这里面只有一个根 听懂吗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写一个person 好 然后这里面写一个name 好 再写一个age吧 好 写个谁呢 写一个 资深宝 9000岁对吧 好 再考一个 然后再写个谁呀 白晶晶对不对 来个7000岁了 能不能看到吗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转出来 能理解吧 好 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数据进行解析 怎么解析呢 首先你解析的时候 我们要有对应的类呀 person是不要要 好 person里面来 你把它封装 private 使劲 有name吧 private age吧 好 生成咱们的setget的方法 这个不需要说了吧 好 生成咱们的构造器 好 带餐勾造了 是不是这样的 往下走 来 往下走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讲这个xml如何解析 好吧 xml解析方式总是有两种 第一个叫sax解析 它是基于世界流的解析 什么是世界流呢 它就不断地往后面解析 来 比较这里面 我们有了这个xml之后啊 它就这样 一行一行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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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 完了就完了 不会再回头 能不能听懂 第二种解析方式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动物解析 动物解析是干嘛呢 把你这个整个 看起来是不是就是一棵树啊 跟节点 负节点 止节点 是不是就是一棵树啊 这个代表叶子吧 是不是就是一棵树 把你整个这棵树干嘛呀 将来找到内存里面 你需要用哪一部分 拿哪一部分 能听懂吗 同学们对吧 动物解析之内数据量比较小的 适合用动物解析 听明白吗 如果数据量非常大 占内存吧 这个到时候老师会跟你们讲 这里面我们只讲一种 Sex解析 好吧 这个东西留给中间老师讲 好吧 在这个二字的记者上 有四种解析方式 第一个DOM 第二个Sex 第三个 介入框架 介入其他的内级内裤 DOM 那么够接还是接到以后这个东西肯定要接受到的 好吧 往下走 来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Sex解析 如何解析呢 他有四个步骤 这里我写了三个步骤 上有四个步骤 好吧 第一个 获得解析工厂 Sex Cas Dactory 来 看这里面 它是DOM 你 获取解析工厂 好 通常就了 这里有 看这里面 它是哪个类呢 Sex Path Factory 来 搜索一下 好 往里面点 来看这里面 在JavaXXMail里面 看到吗 有个Sex Path Factory 然后我们看 这个构造器是个Protect Protect 我们能扭吗 扭不了吧 一般来是只要扭不了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静态的吧 要不找它的指令吧 来 Sex Path Factory New Instance 好 从解析工厂里面拿到它的解析器 Path 在我们的Factory里点 New Sex Path 获取个默认的解析器 别导错了 这样不要导错了 好吧 然后这里有所谓的异常吧 是不是有异常啊 我直接Slow 怎么能看懂 第三步 第三步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利用这个解析器干嘛呢 指定这个处理器 加载文档的处理器 要注册一个处理器 要注册一个处理器 这样吗 这我们的第三步 要处理器 要加载文档 指定处理器 好 就是Path 点 Path 好 这里面我们要个输入流吧 还要个什么 Defend handle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 编写 编写处理器 然后这个流的话 我们很明显 就是读这个吧 是不是读这个文件的 好 这个文件怎么读啊 还记不记得 slide.currentsled slide.currentsled getconductclassload 还记得吗 再点什么 get resource as gym吧 再获取你这个路径吧 是不是这个下面的路径呢 好 com下开始吧 是不是看不下开始啊 然后就是我们的 com 北京上学堂 我们说的话 是相当于并下吧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 就是咱们要写的 person的处理器 难点就难在写 这个处理器上 handle了 好 这个handle了 继承一个什么东西呢 extense default handle了 defaulthandle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用一个处理器 这个是一个l 异常对吧 这16是吧 直接16是然后关键是你这个handle了干嘛呀 在这里面把这个对象存起来 有没有 存储对象 存储哪个对象 我们不用想我们要把这个person丢到一个list里面吧 咱们继续了这是干嘛用的呢 这就是一行一行的读一行一行的读 明白吧 好 我们先不见这个list 我们先看看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来我们看这个defaulthandle了 他有一些方法 来我们从这里找吧 defaulthandle了 好 他有一些方法 有哪个方法呢 来看这里面 有end document 结束吧 还有end element 我们不用想有end就是start吧 来我们来看看start document 干嘛呢 接收文档的开始通知 所以这里面来我们重写他 重写哪几个呢 来看这里面 我们重写这个方法 第一个start start document 第二个start element 第三个end document end element 还出了一个字符 collectors 就是它的内容 对了 这个方法 这个是干嘛呢 我就打一句话 好吧 处理文档开始 成对的吧 处结束吧 这文档处理结束啊 这个呢 start element 就是一个一个的元素的开始吧 这是开始一个元素 好 元素的名字有哪个呢 qname 我们打印出来看看 来 结束一个元素 然后呢 这块有一个内容 这就是一个内容 new字符串 chstart l1 en 能不能看懂 来我们运行看一下 来看这里面 看到吗 来处理文档开始 我们针对着这个来看 来把它拖到这里来 来 针对这个来看 来 是不是到这里文档 要开始啊 是不是到这块文档 要开始 对吧 好 开始处理第一个元素 是不是这个元素 是不是 然后空他也处理吧 开始处理一个元素 来 卡上是不是元素 然后空他也处理吧 嗯 看到了吗 空也处理好吧 然后再开始处理一个内容来 资争宝来了吧 内幕吧 那是不是要和这个东西啊 嗯 又来了一个我们的A集吧 A集完了之后结束我们的 Person吧 嗯 看到了吗 嗯 他就这种流模式 明白吗 然后再往下看 来 又开始一个Cerson 又来了一个内幕 对不对 这能不能看 所以这个就是基于流来操作的 但这里面要处理这个空的问题 是不是 看到吗 要处理这个空的问题 对吧 还要把我们相应的东西 沉进去吧 如何把数据存下来 来 这里面我们加一个list list里面不用想写person吧 是不是写person啊 Person 我什么时候出实话这个对象呢 文档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lue他呀 lue list person啊 来 我这个list 我什么时候加一个person进去 什么再加个person进去 我们第一个person 这个person是内部用的 对吧 写个person 咱们移一下这个位置 好吧 来start 移一下这个位置 移一下这个collector 移到这里来 这样吧 看得比较明显一点 好 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记录一下 你上一这个标签 好吧 把这个标签记下来 我们避免这个空的问题 好吧 记录这个标签 标签名 记录这个标签名 处理我哪个时候 把它注册了 好吧 来 我们这里面判断一下 if 如果 如果你这个 qname不为空 处理这个空的问题 对吧 好 我就把你这个标签名 记录一下 看到吗 等于我哪个 qname吧 刚才发现有qname吧 把这个qname记录下来 对吧 好 如果我这个qname 如果我这个qname不等于空 并且我这个qname 点 equals 什么东西 person吧 是person啊 来 我就干嘛 new这个对象吧 是不是 new这个对象啊 注意了 最说白了 到了哪一行啊 到了第一个person 到了我们第一个person的时候吧 对 来 我往下看一下 来 这边对吧 来 到了我这第一个person的时候 我是不是new一个 对 好 然后这里面我们还判断什么呀 如果是内幕把它加内幕里面吧 如果是ag加到ag里面吧 对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怎么办呢 再判断 再判断吧 再判断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管吧 管什么 管内容 管内容吧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做法呢 如果 如果你的tug 为什么要记录这个tug呀 因为记录了这个tug 我就知道 他下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是equal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他的内幕 是不是他们 我就在这个上面干嘛呀 把这个存进去吧 是不是存进去啊 好 存到哪里 我们的person.setname 流模式 好吧 好 把我们的这个构造过去 是不是构造过来啊 啊 你也可以用字符上先构造吧 好 str等于先构造一下 可不可以把str丢进去吧 看到吗 else if 如果是一个age呢 我们还得强制类型转换一下吧 先要转吧 integre吧 age吧 integre 点什么 wineup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好 spr 能不能看懂 person 点setage 再把我们的age存进去吧 存完了这个之后 来 我们这个age写错了吗 写了一个字符串 是吧 写了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改改 好 来往下走 如果你在这个age就存在一起吧 这个是不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之后 来按照到个班的呢 我们应该是N的二里面的吧 完了这个东西干嘛 把它加进去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所以这里面处理一下 一符什么 来 按的也会结束吧 如果你这个Q内母 点 一口是什么东西 合成吧 好 我就把这个 这是点list 对吧 哪个list 都是吧 好 点add吧 把它加进去加哪个 加咱们的person吧 这个标签结束了 看到吗 此person标签已经结束了 我要把它加到这个历史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 我们把咱们的这个tag来改一下 只要你结束了一个tag 我们tag就要附一个空吧 表示你这个已经用完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咱们的这一个解析 好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改到吧 nt对吧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handle那里面拿咱们的东西了 来 我们这里面就要拿这个list 在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一个person handler hander hander 掌鱼好 把handle丢进去 我们把list拿出来 list persons 好 person 代为handle了 点get吧 没有生成get的方法吗 没有生成get的方法吗 没有生成get的方法 对吧 生成一下 把这个person生成出来吧 person咱们是不要的 对吧 好 点 get的persons 能不能看懂 好 然后这里面来 我们看看数据有没有封装进去 for一下 person p mout persons 好 输出 p.get name 加上p.get h 来运行一下 好 出现了一个空指针异常 好 我们来看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来 42行 是这个地方吧 我们这里要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不等于空吧 是不是tug不等于空啊 啊 对吧 none 不等于tug 不等于tug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浪不等于 且 因为有空的问题嘛 所以再运行一次 来 咱们的数据来了吧 是不是都读出来了 这就是个简单的流模式 好了 咱们的数据来 咱们的数据来 咱们的数据来